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Zoo DIY 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实际上是我的草坪维护的系列之二 怎么样去控制杂草 关于杂草这个话题呢比较大 我准备呢录两期视频 今天我要讲的是如何防止和控制杂草在庭院里发展壮大 接下来我会再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家庭庭院的杂草几个主要的种类和清除它们的方法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话题是怎么样去抑制杂草 在你庭院里的繁殖、生长、壮大 那么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杂草的问题 我也看到有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自媒体 给出一些很具有吸引性的标题 一招就可以搞定杂草或者说可以根治杂草 这个呢完全都是噱头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杂草是一种自然现象 即使是在一些非常恶劣的环境下 它仍然可以生根发芽壮大 这个杂草呢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 即使你新买的草种或者是新铺的这个草皮 上面呢,guaranteed肯定会有杂草 所以呢,控制杂草呢 只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你就成功了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一种非常难以根除的杂草 叫做crabgrass 叫螃蟹草 这种草呢是一年生的 按理来说呢 似乎是挺容易清楚的 但是这种草每年在临死的时候 一株螃蟹草可以产生大约15万个草籽 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这15万个草籽 你不加控制的话 那么它第二年会出现怎样的场景 所以呢 家居庭院的杂草的控制呢 绝对不是一朝一世可以搞定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小窍门呢 把这个杂草呢 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最起码呢 让它不会广泛的传播 继续的繁殖 继续的侵占你的草坪和花圃的生存空间 这样呢 你的花园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后续的任何清除杂草的行动呢 才有意义 环境当中的杂草的种子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土壤里面呢 都会有杂草的种子 它处在一个比较深的这个土壤层之中 例如说六寸以下 那么实际上这些野草的种子呢 是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那么每一次你翻动这些花圃的土壤的时候 那么很大的机会就是 这些野草的种子呢 得以接触到阳光和雨露 这样呢 就会导致它们生根发芽壮大 如果你实在需要种花的话呢 那么一个原则就是尽量 挖栋的面积要尽量的小 然后当你挖开以后呢 把花种进去以后 把这个土壤呢 原封不动的再填回去 尽量的不要把它翻动 所以这样呢 就减少了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草籽呢 生根发芽壮大 好第二点呢 就是减少裸土 尽量在花园里面不要有裸土 那么花草里面呢 尽量的铺上march 这个march呢 两到三英寸 就可以有效的控制杂草 那么关于怎样pulmarch呢 我之前专门做了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 那么有一个网友问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march里面 发现有很多虫 那么需不需要喷一些杀虫剂 那么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喷 除非这个虫呢 已经成灾了 这样呢你可以控制一下 但是正常的有点这种自然界有点虫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而且这个虫呢 对于控制杂草是有作用的 这个虫在土壤当中呢 遇到这些杂草的种子呢 它会把它吃掉 这样呢也会控制杂草 这个march呢每年 注意呢要在这个原有的march上面 新加一些march 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防止杂草 因为会有新的杂草的种子呢 它可能会落到这些老的march的上面 这样如果你新铺一层 哪怕只有1英寸或者半英寸 这样呢也可以抑制这些新的种子 接触到阳光和水分 然后进而呢生根发芽 在蔬菜园那些不便pumarch的地方呢 在秋天休眠的时候 当所有的蔬菜都收完以后呢 尽量的用这种叫做ground cover 或landscape fabric 把整个的这个vegetable bed 把它cover一下 等开春了 你需要种的时候呢 需要下种或者种苗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打开 这样呢也会显著的减少 你这个蔬菜园里面 杂草生根发芽的机会 那么第三个策略呢 就是通俗一点 可以叫做砍头政策 这个野草呢 实际上跟正常的植物是一样的 它有它的生命周期 它会生根发芽 然后开花 接子 然后繁殖 所以呢 当你实在来不及清除这些杂草的时候 最起码你可以做到的就是 在它开花之前 把它剪掉 然后呢 让它 让它这个花呢 不会变成种子 然后呢 散播出去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就减少了很多很多 传播杂草的机会 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最常见的杂草 蒲公英 那么蒲公英呢 实际上它开花 接子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有时候几天之内就完成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蒲公英 长了开始准备要开花的时候 那么你不管怎么样 再忙 把你的剪草机打开 把整个草坪剪一遍 然后呢 把这些杂草呢 把它处理掉 千万不能让它肆无忌惮地去开花 然后长出那种毛球 然后风一吹 就散播了到处都是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一定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小窍门就是减草 那么减草对控制杂草有作用吗 实际上是非常有作用的 我的建议是 就是夏天 尤其是杂草生长的高峰期 其实也是这个草坪生长的高峰期 那么剪草一定要非常的频密 我一般是一个礼拜剪一次草 在生长高峰的五六月份呢 有的时候甚至三天四天就要剪一次草 这个正常的草坪呢 剪草呢 对它的生长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它完全可以进行的正常的共和作用 但对于一些很多的杂草来说 尤其是一些阔叶类的杂草 例如蒲公英 那么它完全是依靠它的阔叶来进行光合作用 这种剪草呢 就会打乱它的这种生长和繁殖的周期 会有效的抑制它的生长 而且呢 这种频繁的剪草以后呢 就会减少这些杂草开花 接子的机会 另外 剪草呢 不要剪太短 如果你剪太短的话呢 一些伏地的杂草 那么就给它们创造了机会 去接触到大量的阳光 在这种草坪生长的旺盛期呢 减三英寸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下一个就是固本培圆吧 可以这么说 保障草坪的健康和浓密 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对所有的杂草 是最有抑制效果的 那么一定要注意对草坪的浇水和施肥 让这些草根呢 尽量扎得深 然后密 草的根 沾满了这个整个的土壤层的时候 杂草是很难生根 发芽和壮大的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五六月份的时候 当雨水比较丰富的时候呢 感觉草坪还不错 绿油油的 但是一到七八月份 高温天气开始多起来 然后呢又比较干旱的时候 那么草坪一下子就变差了 然后很多杂草长出来 那么这个呢是想而易见的 因为杂草呢 它是经过自然选择的 所以呢它非常的耐干旱和耐高温 在这种不太适宜的生产环境当中呢 那么你正常的草 你是竞争不过杂草的 所以呢 在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呢 一定要注意 给这个草坪呢补充足够的水分 那么关于怎样浇水呢 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学问的 那么这个呢 我可能会单独再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给草坪浇水 如何浇才是正确的 草坪的施肥呢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最最基本的草坪的管理呢 最起码春天和秋天两季 要施两次肥 当然如果你去施表土 Top Dressing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施一种有机肥 因为杂草它是不care你 浇水或者施肥的 它总能够生长繁殖 但是正常的草呢 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的水肥管理没有跟上的话呢 实际上就等于给杂草呢 提供了一个竞争的优势 那么它就会不断的发展 去侵蚀你的草坪 花浦的浇水呢 要注意定点浇灌 而不要广泛的去浇灌 广泛的浇灌呢 我看过很多人就拿这个花园的水管 然后接上喷头 然后这样去浇 这样呢实际上你在给这些植物水分的同时 也给杂草相当多的水分 给需要水分的植物呢 定点的定量的 给它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安装了这种滴罐系统 那是最好了 把滴罐打开 就可以呢 把这个水呢 输送到植物的根部 但如果你没有装这套系统 也没有问题 把花园的喷壶拿过来 接一些水 在它根部的位置呢 给它浇一些水就可以了 另外施肥也是这样 也是在靠近根部的位置 给它增加一些养分 怎么样种植种植花圃可以防止杂草呢 把这些植物呢 种的稍微密一点 不要让它东边一棵 西边一棵 这样中间有很大的空间 任何的空间呢 实际上都是给杂草提供了生根发芽的机会 只要是这些植物密一点 然后连成片 这样的第一呢 你非常好管理 你施肥浇水 只要关注一个比较密集的地方就可以了 第二呢 就是这些比较密集的植物呢 它连成片以后呢 它这个叶冠呢 基本上会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树荫 这样的杂草是不容易发展壮大的 当大家买一些多年生植物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发现一个小标签 建议你株距 就是说每一棵植物和另一棵植物的距离 但这种呢 是按照这个植物长得最理想的情况下 它可以长到最大的这个状态 实际上呢 可以把这个株距呢 打一个折 打个五折 这样呢 来种植 让它更密一点 这个呢 对于一只杂草 一定是有帮助的 还有一些小的习惯呢 实际上也影响到这个杂草的控制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很多人把这个杂草挖出来以后 它会把它放到草地上 然后让它被太阳晒干 认为这样呢 就解决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因为这些挖出来的杂草呢 它很可能它上面已经有草籽了 那如果你放到这个草地上 它虽然太阳把它晒死了 但是这些草籽 它会落到草地上 继续的生根发芽 所以呢 这些杂草挖出来以后呢 一定要妥善的处理 不要把它丢在草地上 另外呢 花园的工具也要注意 也不要把它丢在草地上 花园的工具上面很可能呢 也会沾染了一些草籽 那么你放到草地上以后 它也会增加这个传播野草的机会 还有呢 就是很多人家里都有这种堆肥香 那么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草呢 就是剪完以后或者是一些杂草 把它放到堆肥浆里面堆肥 然后这样呢 第二年就可以有一箱那个有机肥料 然后就可以又湿到草坪上 或者花圃里面 这个呢 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因为堆肥呢 并不足以把这个草籽杀死 这个草籽是可以耐受这种堆肥产生的高温的 草籽的生命力是非常非常顽强的 所以呢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堆肥的话 实际上是给杂草呢 提供了一个繁殖生长的一个机会 当你第二年使用这些堆肥的时候呢 这些草籽呢 就会伴随着这个堆肥 去到你花园里的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面 那么最后一个小窍门呢 就是重新规划 庭院里总有一些区域 可能确实不利于这种正常的这种草的生长 比如说它正好是被那个fence 或者是一个建筑物遮住了阳光 或者说呢 土壤的状态不太好 偏酸性 或者说呢是在一个大树底下等等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呢 你就需要调整一下你landscaping的这个方案 把那些草坪长不好的地区呢 把它平整掉 可以把它铺上砖 搞成一个步道 或者呢 建成这种鹅卵石花园 也是非常不错的 既美观 又方便打理 我去年做过一个视频 怎么样去做鹅卵石花园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呢 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 我相信你一定能发现很多非常实用的信息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我认为非常有用的一些小的窍门 杂草呢 实际上你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根除的 但是呢 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 也是绝对不可以的 它逐渐逐渐的会 会侵蚀掉你整个的庭院 会让你整个的这种landscaping呢 变成一个灾难 好 感谢您收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希望这些小窍门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 下一期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清除这个庭院里面的杂草 包括使用到的一些化学除草剂和一些工具 不同种类的杂草呢 可以用怎样的不同的方法 好 希望能够继续获得您的关注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